大家好,我姓黄,我叫黄奕婷,我是黑症医院的注册糖尿病教育者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正确使用胰岛素笔来注射速效胰岛素 速效胰岛素顾名思义是一种快速见效的胰岛素 通常在正餐前的5到10分钟使用 不同种类的胰岛素适合不同种类人群的需求 您的医生会根据您的个人实际情况以及血糖水平来决定哪一种胰岛素会更加适合您 以及一天需要注射多少次 胰岛素是一种处方药 您需要在医生那里拿到处方之后才可以到药房进行购买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如何正确储存胰岛素 您可以将全新的未经使用的胰岛素放入冰箱内储存 至于那些您正在使用的胰岛素 您可以将其保存在常温之下 但请确保室温是在30摄氏度以下 如果您选择在常温下保存正在使用的胰岛素 保质期为28天 请避免过冷过热的情况发生 也避免阳光直射 为了方便患者们的使用 商家将胰岛素放入了笔试装置当中 从而产生了胰岛素 接下来我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正确使用胰岛素 在使用之前 请大家养成清理双手的好习惯 拿出一支胰岛素 拔开笔帽 取一个全新的笔试针头 将笔试针头上的保固标签拆下 将笔试针头轻轻地插在 胰岛素笔的顶端 顺时针旋转直至起不动 将针头外盖拔下 将针头内盖拔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笔试针头 在注射之前 我们建议您做一下安全性的测试 去到胰岛素笔的末端 找到剂量调节器 轻轻旋转剂量调节器 直至指针指向二 确保针头向上 然后用一根手指 轻按末端的注射按钮 这样您可以看到胰岛素 从针尖慢慢流出 只有当您在看到胰岛素 从针尖流出 这样您的笔和针头 才算通过了安全性测试 您才可以继续 旋转剂量调节器 将指针调到医生推荐的剂量 比如说医生希望您在午餐之前 打八个单位的塑效胰岛素 将指针调到八 如果您不当心拨过了头 反方向可以将指针拨回来 单手握住胰岛素 将笔90度慢慢插入皮肤当中 用拇指轻轻地按动注射按钮 当您按动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剂量窗口内的数值正在慢慢变小 直至归零 归零之后 请不要急着将针头拔出来 心中默念从零到十 过十秒之后 您才可以将针头拔出 将较大的针头外盖盖回去 逆时针方向慢慢旋转 直至您可以安全地去除针头 把笔帽盖回 将使用过的针头 放入特殊的回收器当中 请确保每一次注射 您都使用一个全新的针头 因为针头是免费的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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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